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潘 咱也做白酒团固和批发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评价两款产品 一款是钓鱼台的精品铁盖装 还有一款是喜举交上十年 说实话钓鱼台的品牌定位 其实也是非常高端的 包括洗酒 洗酒的品牌定位和钓鱼台的品牌定位 基本上个人感觉还是差不多 你像钓鱼台给人感觉是比较高端的产品 而且现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钓鱼台产品的营销做了一下调整 价格上调空间也非常大的 现在的低端的钓鱼台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了 价格都是确实来说比较高 其实钓鱼台的品控还是非常不错的 钓鱼台也是迄今为止 现在几个知名度比较高的 几个大酒厂当中的唯一没有扩产的 唯一坚持原来供应酿造主体的 但是随之而来的价格确实也比以前高很多了 这款钓鱼台精品铁盖装是上市公司华智九行运营的一款钓鱼台产品 他也是也属于一款定制产品 这个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它的销量知名度包括总体的运营还是挺好的 上市时间不长 但是证明度确实非常高 在钓鱼台的众多品牌当中的铁盖确实应该是屈指可数的几个 口碑非常好 而且知名度非常高 销量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这款洗酒教堂十年我在前几期视频中给大家分享过 这款产品是洗酒高端 这个产品属于停产产品 一般停产的产品价格确实都比以前高了 但是这款产品虽然停产了 但是涨幅也没有那么高 这洗酒高端产品教堂十年 今天给大家品鉴一下这两款产品的一个风格和口感 精品铁盖这个产品的酒体在钓鱼台系列当中的属于S级酒体 这两款产品酒体颜色差不多 微黄透明 颜色比较直观的 略微有一些泛黄了 酒体颜色比较明显 这两款产品的香气都是非常干净的 而且这个精品铁盖这个产品的香气 闻起来这种花香是比较明显的 酱香比较突出 那香气是比较细腻的 给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相比于这个精品铁盖 精品铁盖装的香气 这款教堂十年的香气 就是略微的要 要那么淡一点点 但是呢 教堂十年呢 这个有一些成香 这个年份酒铁应该是教堂十年更好一些 这个 掉一台这个产品的酒体的入口很饱满 给人的感觉这个酱香的浓郁度非常的足 这个酒体的尾端呢 略微有一点点那种 尾端略微带一点点酸 酸口 有那么一点的酸口 整体这种浓郁度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这个 这回味用的焦香啊 也是比较舒服的 确实呢 这款产品呢 属于一款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 酒质口感确实相对来说呢 确实是比较不错的 相对于这个掉一台铁盖装 这款洗酒加长十年啊 整体的这个口感呢 就是更为的细腻 这个酒喝出来非常的顺 而且整个酒体很协调 尾端这种苦味 虽然是有一点 但是这个酒的回甘啊 包括这个生津感 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这个酒的这个 你像这种 回味带一些这种焦香 还有些年份酒 那么沉香也要比这款铁盖呢 要明显一点 从酒铁的年费上呢 还是这款洗酒的这个酒铁年份 要好一些 而洗酒的入口啊 确实要比 我个人感觉要比这个铁盖入口 更顺啊 更协调 这个酒铁 酒铁感觉那种 那种感觉呢 更 更纯正一些 掉一台这个铁盖 这个酒铁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是相对来说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个洗酒啊 确实要好一些啊 口感上更好一些 但是呢 这个价格呢 6V可能也要比DK要贵啊 要贵一些 所以从这两款产品的品质上来说呢 这个 我个人感觉可能洗酒要好点 但是呢 其实呢 有些酒啊 这个价格 这两款产品价格相差 其实也不是很大 但是呢 也是看个人的一些 口味啊 包括个人的一些喜好 一些风格 可能呢 有些朋友喜欢酱香浓语度高的 有些朋友呢 喜欢这个年份酒铁 神香的舒适度啊 入口 这个细腻柔和点的 确实呢 这个 每一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每个人对一个产品的理解也不一样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品鉴了一下 这个掉一台精品铁盆装 还有这个洗手交上十年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